这有一个观音寺这样的碑啊 后面应该会有名门是吧 我们稍微来看一眼 应该有 主要是筑笛的一些解释 这个叫观音寺 这个村应该叫观音寺村啊 所以大概率曾经这个地方 有一个寺庙叫观音寺 一般叫什么 这个寺这么灌是吧 都肯定原来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寺庙 后来肯定是在某个朝代 某个时期就拆掉了 这是这个观音寺村是吧 里面还有些比较高的楼 你看这有个箭头啊 叫观音寺 我估计观音寺现在还在是吧 我们过去看看能不能找得到是吧 找到的观音寺 然后后边就是那个金江大堤是吧 其实我觉得理解这个 理解这个江汉平原啊 乃至理解整个整个历史啊 就是这个长江黄河啊 就是这些这个尤其这两条河吧 我觉得还是对我们对我们了解这个历史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当然有机会有机会专门专门 专门聊聊吧 聊聊这个如何从这个河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历史 这牌房好像我大概瞅了一眼好像是 是个小小的一个小的厂子是吧 不知道里面做什么 然后我们还是沿着这个路走 这个楼 因为这是个村里嘛 是吧 所以我就不知道 这一栋楼 它这栋楼最早肯定是一个宿舍楼吧 你看我们有一二三四 四栋 不是四层 四层是吧 是个宿舍楼 村里也不大可能会建一个宿舍楼 应该这边原来有个单位 有个什么样的单位建的吧 是吧 因为村里不会建这种楼的 不知道啊 大家有知道这个楼的什么那个单位的吗 我觉得是啊 我觉得像是哪个单位的 因为村里头 不大可能是吧 不大可能 就弄那样的楼房 可能性很小的 最大可能是一个单位的一个 一个 一个家属家属楼 是吧 这是 防火防盗 这一片 不知道是 做什么用的 很很久的房 哎 这像是 像不像个学校呀 我觉得像个学校 不懂 哎呀 这个这个防火防盗这个仓库呀 那白房不知道干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啊 我觉得 这种建筑 肯定是一个那个 我说的那个 是那个村里用的一些东西吧 找不到钱都抽烟了 哇 大黑狗呀 那我还在走这边吧 走哪边 他也喊啊 哎 这狗应该是酸的 酸的了 要不然还挺危险 哦 应该酸的 哇 这个小狗就没有 没问题 这个小狗没问题 这个黑狗好凶啊 感觉 这牌房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也不过去了吧 像是村里边的一个什么东西是吧 可以做什么的 村里这个特点就是刷墙嘛 是吧 这个是守江河之生态 护菊业之物一眼 后面这个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我们应该是到村里的一条街上了吧 哇 这村别的地方还挺大是吧 这街还是 这街还可以是吧 这像一条那个商业街的感觉 这边是 他们这个腊肠啊 有的是挂着的 有的是那个 晒 这晒的应该是萝卜吧 白萝卜晒的 这里还是挺安静的吧 他这个房子就和我们拍过的其他的那个 这个房子很多年了很多年了是吧 可能现在不知道是用不用了 你看这边有一间 这就是其实现在可以说的 有点差点历史了是吧 好几十年是有了 这栋应该是八九十年代的建筑 所以在这个村里是能看到就是从几十年前 一直到现在这样的整个的建筑的一个演变吧 是吧 这栋房估计时间太久了 太久可能也没人住了 所以就把这围起来了 这个是个做什么的 这个像是一个公共的建筑是吧 有时候你在这个 在这个村连或者在镇子上走啊 就有种那种很穿越的感觉是吧 因为人很少 人很少 偶尔偶尔偶尔啊 你还会看到一些这种 很旧的房子是吧 很有历史的房子 这个应该也很多年了是吧 盘发礼发 欢迎光临进行饰品 美发用品 我不知道现在还做不做了 像这栋也好久了 这栋应该是原来的一个公用的建筑啊 你看 居住不会建的这个样子的 这不知道原来做什么用啊 反正这个村应该规模不小呀 是吧 因为它这个 从它一些公用的建筑上能看出来 当然也有可能 现在一些村里的被 被拆掉了吧 也有可能 这是一个卫生室 这还有凉油兑换是吧 凉油兑换 这个都不知道什么 什么年代贴的了 已经 像这种方法就盖的 盖的挺好的是吧 所以走在村里就能感受到这么这么多年的 对吧 这个发展变化 这也有个凉油兑换门市部是吧 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了 李济凉油兑换门市部 你看这边既然有个酒店啊 应该叫 我觉得叫以前叫黄金龙酒店是吧 这个村里做一个酒店 我觉得是 说明这个村的位置应该是不错的 是吧 这还有一个很大的厂子 这个厂子也不小 就叫什么 化工有限公司是吧 中太 中太化工有限公司是吧 这还有个这个饭窗是吧 因为 因为有工厂 周围有个饭店什么的 你看马路边 马路边 因为这是这个新修的条路啊 这马路边有这种 就是这个铁汉的这种 像笼子一样的 是吧 不是 我感觉应该也是市政在用的 市政工程在用 但是不知道干什么用这个东西 这个山上的 那我们就回来 这是什么 和这里 而是